传说在古时候 有一位国王叫庙庄王 他有三个女儿都到了出嫁的年龄 大女儿庙音和二女儿庙园 都因父亲的安排出嫁来 剩下三女儿庙善 说什么也不肯嫁人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看你两个姐姐 她们多幸福 孩儿不想出嫁 孩儿想出嫁 什么 你要出嫁 你是公主 出嫁为你会惹百姓的议论 本王不准 孩儿心意已决 请父王成全 这 这 要是你执意出嫁 就不再是本王的女儿 以后就不要住在王宫 请恕孩儿不能在床前尽孝 孩儿会前行修行 以求修成正果 将来帮助父王 脱离六道轮回之苦 这孩子 后来 妙庄王得了重病 药实无效 大王 您的病能够治得好 大师快说 本王的病怎样才能治好 这 大师但说无妨 这个方法就是 以大王至今之人的手和眼睛做配药 才能治疗您的病 这过于残忍了吧 此事关乎大王的生死 不如请大公主和二公主过来 问问他们的意思 好 宣他们进宫 宣他们进宫 父王 孩儿没有了眼睛 以后还怎么相复教子 孩儿刚刚怀孕 没有了手臂 让孩儿怎么养育孩子 请父王凯恩 饶恕我们 罢了 你们退下 谢父王 大师 除此之外 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 办法倒是还有一个 不过要碰碰运气 大师快说 在香山上 住着一位专门救度众生的仙长 要是能找到他 得他相助 或许还有机会 为了表示诚意 需要您亲自去 大王 仙长就在这香山上 我们不能陪您上去了 要是遇到危险 您发射这支响剑 我们马上去接应您 你是香山仙长吗 孩儿不孝 让父王受苦了 你是妙善 你怎么会在这里 孩儿离开王宫后 一直在这里修行 你桌上供奉的 可是牵手牵眼观世音 是的 父王 牵眼代表透彻一切万法的智慧 而牵手则代表种种寄生力重的方便 表示维护众生 法力无边 牵手牵眼是用形象化的手法 来显示观音的大慈大悲 智慧无边 神通广大 原来是这样 父王 你为何会来这里 这 本王是来游山玩水 看到你很高兴 本王要回去了 父王 请您不要瞒着女儿 爱实不相瞒 本王已经病入膏肓 这次来襄山 是向襄山仙人求医 那怎么样能够治好您的病呢 这件事不说也罢 请您告诉我 这 需要至亲之人的眼睛和手做配药 本王已经愧对于你 不能再让你为了本王做出这样的牺牲了 父王的心意孩儿明白了 请父王在这里休息一夜 明早再走 明早再走 父王 父王 妙善 你 父王 请您喝药 苍天呐 求您让我的女儿再长出手眼 我愿意折售偿款 此后 妙善王令人在襄山修建寺庙 专门四奉 牵手牵眼 观世银菩萨 彰显他人孝慈悲的美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